先看资品 还是对他实实在在的保证 在婚姻的过程当中 女性就是吃亏 你生完孩子 跟你不生孩子以后 你价值就是不一样 你生两个孩子以后 你的职场基本会照到 非常大的重创 婚姻里你的大多数劳动 家务劳动 服务劳动 女性承担不计费 在婚姻里 男性很容易占女性的便宜 因为婚姻对男性 对女性不一样 男性在婚姻当中 获得更多的照顾 女性在婚姻过程当中 要损耗自己的青春 贬损自己的社会交易价值 所以女性在这个过程当中 要求物质保障 天经地义 这才是保护女性 我觉得这位教授说的对 我们不能物化女性 财女 她只是女性的一个保障 她并不是花钱买了 你们可以给钱 但是你们不能说物化女性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工资两千块的女孩子 人家在婚前要一大笔钱 我觉得也就是为了 保障 因为女孩子家庭不好 我觉得这个也是应该的 虽然女孩子的工资 她只有两千 但是生孩子 会影响女孩子的职业发展 两三千工资的女孩子 如果人家不生孩子 人家的年薪有可能达到38万 所以人家要个38万的财予 我觉得也不过分 毕竟每个女孩子都是潜力 是不是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女孩子们要记住了 婚姻 她就是女性提升阶层 财富再丰沛的工具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这位教授说的 咱们要嫁 咱们就嫁一个能改变自己阶层的 找不到 咱们宁愿打光棍 也不要讲究 还有家务劳动 抚育劳动什么的 凭什么不记费 咱们就是要收费 现在的男孩子又不做家务 也不抚养孩子 我觉得就凭这一点 财力还能再涨50万 凭什么不收费 结婚对于女人 它是不公平的 男性它是占了大便宜的 我建议女孩子们都别结婚 结婚以后 男性它不仅能得到女性的照顾 女性婚后 她却得不到照顾 女性她如果结婚了 她还会贬损自己的青春 是吧 她又不像男孩子 男孩子又没有青春 你们想想 女性用自己的青春去照顾男性 结婚干嘛 我支持这位教授